字幕提供 近期蜜兔事件在娛樂圈不斷發酵 由音樂季女王之稱的DJ演員 日前在社群平台TOLO 自己早前也曾遭遇過性騷擾 而且對方還是一名資深主持人 演員TOLO自己剛出道時參與了一檔節目錄製 所有被一位大哥級的前輩友善地邀約同行 不料上車以後 只剩下他與那位前輩共成一輛車子 所以對方突然變得特別熱情 讓他無法招架 至於到底當時自己如何脫困 他則笑說自己因無法適應加上太過緊張 結果當場直接放了一個大水癖 直接把那位前輩勸退 如今回想當時的情形 真的很慶幸自己 靠放屁解除了危機 對他來說這個遭遇 也只有驚嚇沒有傷害 永遠想透過自己的經歷 鼓勵那些剛踏入演藝圈的新人 若遇到伸出狼爪的前輩 一定要堅定表明自己的立場才能保護好自己 明明航也想到達到 shared 如何修圓? 對方 الغ末 沒有問題 有吧